歡迎收聽自由亞洲電台 11月4日的粵語新聞節目 我是潘家晴 首先跟大家講今天的新聞題要 中國網民和網管當局鬥志 用各種方式討論網球選手彭帥 被高官性侵事件 英國名校西文工學因課程被審查 宣布全面撤出中國 中國民眾響應官方號召 各地超市出現搶救日用品和糧食 NBA球星坎特在推特發短片 再為香港人發聲 詳細的新聞內容 中共將在下週召開六中全會 但之前爆出高官性醜聞 中國網球相關選手彭帥 在微博上自爆 曾經遭到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前常務副總理張高麗性侵 鐵文發出二十分鐘就被刪除 但中國網民仍跟中共網管當局鬥志鬥力 用各種方式來討論這個禁忌話題 聽下霍亮喬報道 有中國網民找到一張1947年的舊照片 上面是解放軍將領 十大元帥之一的彭德懷 和當年的副總理習仲勳 也就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父親 一起研究作戰方案 這張照片被網民簡稱為 彭帥與副總理 暗指今天的彭帥和副總理 藉此繞過微博審查 對於彭帥被性侵風波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爆童 亦都是推特留言 與大嘲諷地表示 張高麗必須是英烈 彭帥顯然犯了誹謗英烈罪 另外新浪網球Gammybuck帳號 在報導巴黎大師賽的時候 亦已有所致地使用 hashtag網壇風雲的標籤 令網民產生了不少聯想 中國網民也用彭于硬帥等其他致賊 繞過微博審查 此外大陸網民發現 彭帥四年前在台灣參加WTA 台灣賽女單準決賽的時候 曾經佩戴一條C字母外形的項鏈 正好就是張高麗的章字 落馬拼音的首字 懷疑是否與兩個人的關係有關 當時有記者問到彭帥 C字母的項鏈有什麼意義 彭帥就笑著這樣回答 就是有特別的意義 但是不能夠告訴你 不過事發至今 中國各大社交平台 包括微博依舊封鎖相關的消息 禁止任何相關貼文 同性侵醜聞的相關消息 在微博和豆瓣論壇被刪得無影無蹤 就連以往中國網民習慣用姓名英文評音 例如彭帥的PS 和張高麗的CGL發文討論 也完全找不到任何討論 甚至韓劇總理喻臥也無預警下下架 目前中國官方對此還未作出回應 包括中國外交部和中國體育總局等 當事人至今也都神癮了 不過中國外交部星期三 在每日例行記者會上 被彭博社詢問相關問題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停頓了幾秒之後 才表示我沒有聽過 這個也不是外交問題 下一題 汪文斌這個尷尬的一幕 在社交平台上封傳 有網友直直指 全世界網民都聽過 外交部就沒有聽過 自由亞洲電台 科亂喬 方德後輩道 英國名校西文工學的成都分校 已建成在職 但因為不堪忍受中共當局審查私校課程 要求開設思想政治課 和必須要擁護中共 就而宣布全面退出中國 評論認為 中共封關鎖國 預料將會有更多國際品牌私校退出中國 聽聽情聞報導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道 在中共當局要求審查對所有私校課程 和私校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後 英國致名私校西文工學 在中國的辦學計劃腰折 星期二 英國西文工學理事會主席巴騰 發布內部信函聲稱 西文工學在海外授權的唯一一所學校 成都威斯敏斯特學校結束營運 巴騰在信中指出 由於近期中國教育政策的變化 和全球疫情 很不幸 現在發展這類學校的前景 已經和2017年初始計劃的時候 大不相同 西文工學校方表示 現在沒有計劃在中國授權 它的名稱 或者為那裡任何其他項目 提供教育諮詢 本台多次打成都威斯敏斯特學校的公開電話 但是都是線路繁忙狀態 也未能收到要求郵件置評的回覆 目前在歐洲某高校任教的朱瑞 向本台表示 中國當局要求事先審核西文工學等 在中國分校的所有課程內用 以及加入包括習近平思想在內等的政治課 她說那不就要求海外私校放棄學術自由 對於老牌名校來說 除了退出別無選擇 中國這實際上就是要求 像威斯敏斯特這樣的中外合伴的學校 要放棄學術自由 可是其實是一所正常的學校 應當秉持的基本的底線 威斯敏斯特大學退出中國其實並沒有選擇 要不然用西方的價值來看 就必須辦成像一所今日城威斯敏斯特大學的這種 在馬列主義政黨領導下的 毫無學術自由的 以專制獨裁方式運營的共產黨的學校 威斯敏斯特顯然不想砸自己的牌子 朱瑞本人在大陸出生 後來在香港科技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現在居住在德國 他指出 現在的中共政權 正對國內所有孩子和年輕人 慣賞世界的門 這件事一開始看起來其實挺搞笑的 但是現在我覺得有點傷心 中國的普通的年輕人 曾經有很多的渠道來接觸外面的自由世界 現在這個大門逐漸的關上了 二十年前像我這一代成長起來的人 享受的是逐漸打開的國門 現在這一代新的就是中國的年輕人 正在習近平的政策之下失去這個世界 大陸近年進一步收緊校園內的政治思想教育 多個地方的公立學校 已經將習近平思想納入學校課程 這波浪潮更加蔓延至私立學校 中共當局在今年5月宣布 私校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9月生效的新規則 還限制外國控制和參與私校營運 規定學校董事會成員 必須是中國人 甚至試圖對學費進行干預 今年較早的時候 傳出英國在中國的多家私藍學校 被迫放棄原有課程 改為教授北京批准的教材 過去十年間 不少英國名校將中國當成為重要市場 目前在中國有包括哈羅公學 北威和威靈頓等 五所學校的合作分校 大多數學校只招收外籍人士子女入學 課程設置 也參照英國本土教學標準 英國威廉·克拉倫斯教育諮詢公司指出 英國學校如果將中國視為充滿黃金的地方 將會面臨風險 因為中國政策一改 這些學校就會受到影響 他們也預計 很多英國學校會退出中國 並轉頭向政治穩定的國家 英國華人作家馬健上個月 曾經受到邀請 在英國名校哈羅公學做演講 發覺很多就讀的中國學生 呈現跟中國大陸學生完全不同的面貌 能夠提出很多思辨性的問題 馬健在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表示 中共當局擔憂英國師校 是中國培養出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 特別是習近平時代加強全面管控 根本不可能允許英國師校 堅持原有的教育體系 因此這些師校最早出於經濟利益考量 進入中國的決策 就是很短時的行為 這些私家學校如果它能夠影響到 中國孩子的思想體系 當然是個好事 但是在中國 這是完全不可能的 中國完全進入一種封閉式教育 他現在要求習近平的思想 也要進入科本 在習近平掌權之後 共產黨真實的面目 全都被暴露出來 他們其實是想改變世界 而不是讓這個世界也要改變他們 而且非常瘋狂 馬健也都認為 英國西文工學 撤出中國只是一個開始 其他英國私立學校 為了保證原有品牌 和英有價值觀 也都會相繼撤出 早在2017年12月 英國西文工學高調宣布 該校和香港 正在有序推進之中 英國西文工學 是英國最古老 最知名的私立學校之一 校友北伐英國首相 諾貝爾獎得主 作家和藝術家等 西文工學2017年 宣布在華設立分校計劃 這次和中國合作 是授權香港投資者 在中國大陸進行營運 當時的協議當中 包括用校名 以及引進員校的教育理念 和教學方法 但當時中國官媒新華社 就曾報道說 這些合作學校 將會按中國基礎教育大綱 要求設置的課程 包括思想政治課 上個月有媒體踢爆 英國西文工學 在中國項目的合作方 香港柔洋教育投資集團的 創始人當中 有北京大學光華學院 前黨委副書記 毛大偉 和一名易陰系徐歐陽的商人 他是為西藏政府 提供諮詢的常務委員會成員 早在2017年 BBC就曾查詢該機構的背景 但是沒有辦法查詢到更多的資料 自由亞洲電台 情文報導 美國國防部週三公布的 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指 解放軍2027年 具備在印太地區對抗美軍的能力 2030年 更擁有超過1,000枚核彈 到時將對台灣採取以戰逼談的策略 台灣國家安全局長陳明通表示 一直掌握中國在軍事上的動態 判斷未來三年 兩岸不會發生戰爭 聽聽鍾廣正在台北報導 國家安全局長陳明通前往 立法院報告之前 回應中國軍力報告表示 對於中國2027年 擁有超過700枚核彈 2030年更達1,000枚以上 國安局一直掌握相關情報 至於2027年以戰逼談 就是北京一貫主張 陳明通回應立委質詢時指出 以戰逼談是中共一貫的策略 不能排除這種可能 他表示自己擔任陸委會主委的秀 提出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使立法院可以監督台灣和大陸的談判 他強調雖然兩岸可以在法律監督下進行談判 但台灣絕對不可能在武力逼迫下坐上談判台 我們台灣人有一句俗語 就是雞屎落地有三吋煙 我們不可能在他們武力威逼之下上談判桌 我們有法律的支持和要求和他們談判 美國官力報告也指出 以戰逼談是不可能的事 對於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米利3號出席一個論壇 被問到中國對台動武的受回應指 中國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對台動武 代表6個月、12個月或者24個月內 不太可能發生 陳明通除了同意這個論點之外 還重新國安局的判斷表示 總統蔡英文任內 解放軍不會攻打東沙島 當時我在地人做爸爸的時候 我們有疑問 後來一年、兩年、三年 基本上 不會 但是 我們只有這個 韓國基金議員 在提取 然後我們要明確的加油 陸委會副主委丘瑞正表示 中共不放棄對台用武 頻繁在台灣周邊海空域進行軍事滋擾 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和平準則 企圖威逼台灣接受錯誤的政治主張 妄想以戰逼談 是製造兩岸緊張的罪魁禍首 更以威脅到區域的安全秩序 完全無助於兩岸良性互動 台灣人民絕不會屈服妥協 政府有自我防衛的決心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尊嚴 和台海和平 我方將充分掌握共軍動態 並做適切應除 也激起與理念相近的國家 密切溝通合作 共同遏制中共惡意挑釁 及危害區域穩定 美國國防部3日公布 2021年度 中國軍事與安全態勢發展報告 重點提及中國的核武擴張 報告指出中國核武擴張部份加快 2027年將擁有多達700枚核彈頭 2030年更達到至少1,000枚核彈頭 報告認為中國可能已經擁有 三或一體的核子打擊力量 更是陸基洲製彈道飛彈 潛射彈道飛彈 以及戰略轟炸機三種核打擊方式的能力 環球時報回應軍力報告指 中國的核武副狀況是最高國家機密之一 美國根本沒有關於中國核力量建設確鑿情報 更沒有圍繞核武器對中國進行實施施壓的手段 中國有多少核彈頭 美國只能猜拆 環球時報表示 不會理會美方對中國核戰略透明的要求 也不會回應西方媒體的炒作 因為這就是中方想要的核模糊戰略效果 自由亞洲電台中廣正台北報導 在本週二起 中國各地超市出現罕見的搶購潮 甚至有人在家準備小型發電機 以應對官方所稱的突發情況 學者認為 中國民眾缺乏獨立的思考能力 盲目跟從官方指引 造成這次混亂 聽下沈妍恆報導 中國商務部 這個星期一晚間發出通知 鼓勵每一個家庭 根據需要儲存一定數量的生活必需品 以應對突發情況 有人猜測這次是為了戰爭作準備 在中國東部江蘇常州 揚州 以及移興等地 居民搶購潮尤其激烈 有人一次過搶購了600斤大米 本台記者獲得多段影片顯示 在江蘇某超市 大批顧客正在搶購大米 手推車裝滿一袋袋米 還有一瓶瓶食用油 我們掛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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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個小怪類 我們一個瓦 星期三搶購浪潮繼續蔓延 據官媒報導 北京部分超市出現糧油等物資購物高峰 該市的工商局說 目前北京供應貨源穩定 完全無必要囤積物資 其後搶購潮蔓延至中國各地 重慶、河南鄭州 以及安徽龐浮等多個地方 也出現搶購人籠 多地工商局呼籲民眾 無必要過度緊張 無需盲目囤貨造成不必要的浪費 另外有人在家裡 囤積了大量應付戰爭環境的物資 例如照明燈、速電池、飲用水 甚至小型發電機 有位網民透過影片 介紹他儲備的應急物資 來我家裡的儲藏室看看 像這樣的二腰型罐頭 每個都是三斤 保質期是三年 我存了大概有45萬 水 今天又臨時多儲備了30瓶五升的 然後主要是斷電了之後的 這些電力儲備 一個0.6度 一個1.3度 都可以接2000瓦的太陽能板 煤電 每次罐我存了大概有50多罐 尤其這個彩火爐燒柴還能發電 時事評論人王靖 星期四接受本台採訪的時候說 中國商務部的通知 原本是為了提升民眾的外國主義熱情 恐嚇台灣 但是中國民眾信以為真 於是搶購物資謀求自保 他說 長期接受單一信息的百姓 欠缺獨立思考的能力 只要一發文就跟瘋了一樣去搶購 很多人啊就是覺得遇見了危機 第一要解決這個吃的問題 如果真的出現了戰爭 可能你買了這些吃的 你都沒有辦法去做 沒有辦法去把它做熟 大米需要水吧 需要火吧 才能把它做熟 打仗之後首先控制電限電 其次就是控制水 可能水就會斷了 所以中國人缺的第一是大腦的思考 第二是生存的能力 對於今次搶購潮 官方的解釋主要有兩點 一 是可能受到外界過度解讀商務部所引發的 關於做好金冬、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 市場補公、穩假工作的通知所影響 另一個就是市民對於 新一輪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的憂慮 而網民質疑當局製造恐怖氣氛 還說兩天前商務部先叫居民 儲備生活必需品 現在又說無必要團職物資 可謂招令直改 揚州居民林真寶 批評政府的政策反覆無常 近日中國微博出現有關台灣民眾儲存戰時物資的不實消息 並有大批影片營造台海熱戰威脅的氛圍 但沒有想到中國出現搶購物資的真實場面 林真寶說 接下來中國面對的主要問題 是疫情所帶來的產業鏈轉移 外資撤離 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放緩 以及高失業率和高稅收等問題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喬龍、沈彥恒報導 崩動一時的陝西千億礦拳案 和最高院盜卷事件有新發展 礦拳案當事人趙發琦 和原審最高院法官黃林清 已被秘密審判 趙發琦的律師臨時收到開庭的通知 最終無法趕赴庭審 法庭也拒絕向親友透露任何庭審的情況 聽聽情聞報導 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通知了趙發琦的律師 舉行了庭前會議 但因爲雙方意見分歧較大 案件一直被拖延 一直到了3天前 有消息說趙發琦案 會在星期三 在北京二中苑開庭審理 自此趙發琦已經被秘密逮捕 並且機壓超過兩年半 據知情人陳先生透露 因法院認為該案件 涉及國家機密 所以不開庭審理 加上官方嚴禁傳媒加入 以至於至今為止 媒體和公眾甚至親友 都沒有辦法知道案件的基本進展 記著是昨天 剛開完聽了有啥結果 不讓說嘛 不讓報道嘛 最近朋友也不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本台記者 也多次打電話給趙發琦的弟弟 但他一直沒有接聽電話 另外據趙發琦的朋友羅先生透露 關於這次開庭的時間 事先連審理的法官也不知情 法官是到了上星期五 才突然接到通知 然後通知了趙發琦的律師 但因為事發突然 趙發琦的律師未能到場 最終外界對庭審內容 甚至是否有進行過庭審都難以確認 還是這樣的 周四孟子說開不開庭上周四 法院的說沒消息再打著吧 周五去會見老趙也沒說 會見完了下午 忽然說開庭關周三 然後呢 老趙中的兩個律師 誰也沒去 是因為一個已經被老趙解除了 另一個還在外地開庭呢 那麼周三究竟有沒有開庭 現在也不知道 家屬現在打電話問法院 說那你周三昨天開沒開庭 今天是不是還在開庭 誰也不記得說 家人現在都不知道 然後律師怎麼回事 現在都不清楚 搞不明白了 羅先生又透露 和這件案有關的 原最高法院法官王林清案 已經是上星期開庭 但是現在還沒有宣判 行賄和非法國際國家秘密 但他倆直接不是行賊會主體 是老趙命下往的行賊會過 本臺記者也就此多次致電北京二中院 但是該機構一直沒有回應這件事 趙發奇是陝西商人 因為他擁有的千億礦權 被原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在內的高官 和民工團出身 現在是陝西港商的劉娟聯手剝奪 趙發奇持續維權長達超過10年 舉報趙正永等高官 導致多名官員落馬 王林清作為最高院法官 曾參與千億礦權案的審理 2018年底 央視前知名主持人崔永元 和王林清 曝光千億礦權案的卷中 曾在最高院離奇失蹤 王林清並且錄製視頻詳述案情 以免遭遇不測 其後中央政法委嫁入事件 由中紀委、最高檢和公安部組成的聯合調查組 聲稱是王林清自己盜取卷中 2019年初 王林清和趙發奇被秘密逮捕 崔永元也一度被傳換 後來被迫禁聲 王林清公開舉報卷中 在最高法院內離奇被盜 最後成為了他和趙發奇被捕的原因 他們的控罪當中包含 非法獲取國家秘密 但是公訴方 根本就沒有將盜取卷中作為他們的罪證 另外據知情人透露 王林清之前雖然想央視認罪 但後來他表示 自己在嚴酷的逼供下 被迫作出自罪公術 而趙發奇被捕後 就一直堅持說自己沒有罪 至於被指侵吞千億礦拳的 原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 就在王林清和趙發奇被秘密逮捕 之前沒多久落馬 2020年7月31日 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一審判決趙正永死刑 換其兩年執行 並一裁定 在他減刑為無期徒刑後 也都要被終身監禁 不得減刑和假釋 而陝西港商劉娟 也都一度傳出被捕 但近方就不清楚 自由澳洲電台情文報導 在香港 赴湯道火案獲判無罪的湯偉雄 以及2016年 旺角暴動罪程的盧建民 早前向中審法院提出上訴 以釐清普通法下的共同犯罪計劃原則 中審法院週四 一致裁定 盧建民定罪上訴被駁回 共同犯罪原則 不適用於暴動和非法集結案 非身處暴動現場的人 不可以被視為主犯 但中審法院強調 推動鼓勵或促進非法集結或暴動的行為 不論是否在場 均可以按重返罪行 懲處與主犯一樣的刑罰 聽聽劉兆峰報導 案件源於兩宗暴動案的被告 包括前年7.28上環衝突 被控暴動罪不成立的赴湯道火湯偉雄 以及在2016年 旺角騷亂被判暴動罪程 籌7年的盧建民 兩人早前提出上訴 要求中審法院 釐清普通法之下的共同犯罪計畫原則 下文適用於暴動和非法集結案 正在服刑的盧建民 星期四猶酬車押送到中院聽取判決 令一上訴人湯偉雄就未有現身 中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在庭上簡短讀出裁決理由後就刪停 盧建民知道結果後表現平靜 湯偉雄回覆港媒查詢說 對裁決結果感到滿意 是符合預期 只是將理政司在法律上僭建的東西恢復原貌 潘治說 參與是罪行中一項至關重要的元素 裁定沒有身處現場的人 不可被視為主犯 即使被告身處現場 基本形式的共同犯罪原則 不適用於非法集結和暴動罪 否則會與參與這個元素重疊或造成混淆 中院有裁定 檢控無需證明暴動群眾 是以共同目的而聚集 單純身處現場 並不招致刑事責任 不過 如果被告人身在現場 而且透過說話、標記或行動提供鼓勵 就可以因參與或協助 和教唆其他人而被定罪 中審法院在判次強調 無論被告是否身處現場 推動、鼓勵或促進非法集結 或暴動的行為 都可以按重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 予以懲處 刑罰都可以與主犯一樣 今次裁決影響心軟 而且左右日後同類案件的定罪門檻 陣地社工成員陳鴻秀等8人 被控於2019年8月31日 在灣仔參與暴動 經審訊後原本無罪釋放 但律政司不滿判決提出上訴 案件至今仍在進行中 陳鴻秀星期四接受本台訪問 他認為今次中院判決只是還原正常 而判決對自己案件影響不大 因為自己的情況和其他被告不一樣 例如案發時身處位置和表證不成立等 但他接觸到不少涉共同犯罪原則的被告 今次判決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希望 外界認為今次中院的判決對同兩案被告是一個喜訊 這都如釋重複 執業大律師蘇晉文認為 中院只是釐清法律觀點 為律師提供更明朗的方向 但中院也強調 無論被告是否身處現場 推動、鼓勵或促進非法集結或暴動的行為 都可以按重犯罪行和不完整罪行懲處 有些人就說會不會是放回那些人 我有個不認同 因為根據法律 我就算不是告不到我參與暴動 但可能我不在暴動現場 但我可以鼓勵或協助別人暴動 只不過可能是判決影響了個案件 可能是證據不夠的人 所以不是說判決是如釋重複 只不過是說來清楚那個 究竟有沒有犯法的時候要考慮什麼呢? 目前已經有多宗非法集結或暴動案 因為等候中審案結果而押後裁決 涉及超過60名被告 包括前年9月29日金鐘遊行演變成衝突 其中3名被告被控暴動罪 案件將押後到下月底再審訊 而盧建民和前本土民主前線發言人梁天琦一樣 因為旺角衝突暴動罪成 判囚7年 盧建民不服上訴 中院認為 呈堂證據足以證明 當晚在旺角波蘭街發生暴動 而盧建民積極參與其中 5位法官一致撥回他的上訴 盧建民須繼續服刑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劉兆峰報導 香港中文大學週四舉行畢業典禮 有畢業生以快閃的方式 展示9名中大同學的聲明 這些中大學生 因為前年中大2號橋之役被判入獄 不能夠畢業 聽說江日和報導 10名應屆中大畢業生在畢業禮當日傍晚 在舉行畢業典禮的黃色帳篷前發起快閃行動 其中一名學生舉起紙牌 上面因有 我們畢業了 但他們不能的大致 另外9名畢業生則分別舉起一張名牌 上面分別寫有9個因為中大2號橋衝突而入獄 不能夠畢業的中大學生性命 9人分別為 另外畢業禮當日 校內多處出現不同形式的標語 抗議校方早前接管了學生會 其中清晨時分 校內出現大型的抗議報條 包括《還我學生自治》 《原生共治必先共議》 相關報條在大約8時左右被拆序 另外據《明報》報道 新亞書院有畢業生在頒授學位儀式 和上台拍照的時候 舉起《寧覺分明無負其許》的標語 另外有人在畢業圖掛白絲帶 舉起《愛我學生會》的標語 中大學生組織關注組成員在中午 在校內8萬大展示《愛我中大》的橫幅 遭到超過10名保安包圍 雙方一度爭執 中大民主場當日也出現標語 中文大學被視為香港學運和火紅年代的搖嵐 是香港社運的其中一個重鎮 坊間也有棄言稱之為布大 但是今年10月7日中大學生會 在被校方要求獨立註冊下 被逼宣佈解散 另外Google Doodle在星期四 被推出動畫紀念光纖之父高坤 高坤是香港中文大學第三任校長 港英年代在1987年至1996年期間任職 被中大師生視為最親民的校長 高坤任內因為接受大陸委任 成為過渡期間的港市顧問 曾經遭到學生抗議 不過這位校長後來接受學生報訪問時表示 在香港學生完全沒有權和有自由去做抗議 自由亞洲電台何景文剛日和報導 NBA球星坎特再次為香港人發聲 他在推特發短片說 港區國安法斷送了香港和幾代港人 聽下霍亮喬報導 美國NBA球星坎特星期二在Twitter上發布短片 聲援香港人 他穿著寫有Stand with 和香港區徽圖案的T恤說 香港曾經是最自由的城市 但是港區國安法增加了審查 令自由選舉死亡 港區國安法將一代代的年輕人送入監獄 只是因為他們行使集會自由 而論自由等的基本權利 坎特在片中強調香港人並沒有做錯任何事 香港人只是想被尊重、被聽到 和自由地表達意見 但是國安法增加了鎮壓、審查和政治宣傳 還令選舉自由、經濟自由和獨立媒體死亡 坎特說要與港人同行 呼籲看到這條短片的人 和他一起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 他說北京無止境地攻擊港人基本權利 很清楚明顯地顯示 中國政府是要對香港全面管治 坎特說我們不應該被這件事發生 必須要採取行動 追究中國政府的責任 坎特又鼓勵香港人要繼續堅強勇敢地走下去 他說香港人是香港人 不是中國人 也都不是英國人 另外坎特在個人Facebook上面 展示了多張印有香港抗爭者為主題的波鞋照 在相片中看到波鞋是以黑色為主題 設計裏面加入黃絲帶的元素 鞋身出現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字句 而鞋頭就因有染血的楊子堅俱棋 抗爭者的身影也都出現球鞋上面 包括帶上防毒面具的抗爭者 站在黎明的獅子山前 山上寫上Free Hong Kong 和抗爭者站在黃宇的山陣裏面 坎特在過去兩個星期發佈過為不同族群 包括藏族和維米族刺激的波鞋 並表示會親自著想這些波鞋參與NBA的賽事 自由亞洲電台 發亮喬佩鬥 接下來是專題節目時間 10月初擁有31年歷史的職工盟宣布解散 香港公運最前線的職工盟消失 有紮鐵工人領袖難忘職工盟協助罷工 也有新的工會感激支援助場 政治動盪下的新香港 單仍有人堅持組織工會 甚至或以Be Water遍地開花式互助 社會不公依舊 工人權益低落 香港公運的前景又何虛何從 聽一下文海恩的報導 職工盟活代主席王乃園眼泛淚光 語帶緊嚴地向香港人和職工盟屬會 說這一番話 31年的職工盟就此畫上句號 職工盟學下九間培訓中心 同樣面臨的業 人稱名宿的王惠文是其中一位導師 他任教八年紮鐵課程 上課時自治哼唱 在學員眼中他非常用心教學 眼見自己一磚一瓦對砌的工廠乃至科程 都將會和職工盟一起埋葬 他提起時多次軟然欲一 一定不捨得的 不捨得又可以怎樣 過去職工盟協助過多次罷工行動 當中2007年紮鐵大罷工 在社會引起極大的迴響 曼淑也是當年的工人領袖之一 他益術組在1997年 紮鐵工日身高達1200元 每日工作8小時 直到2007年長十半山一號地盤 工程公司發出通知 將日身加至大約830元至850元 大工時就增加到8小時45分鐘 引發工人停工 工人最初向工聯會屬下的 紮鐵工會尋求協助 並希望他帶領罷工 當時工聯會的紮鐵工會 有一句說話很有趣的 他說我們不會帶領任何罷工 但我們會升援 當然升援和帶領協助是兩回事 升援我只是過來和你打打氣 摸一下花生吹一下水 但是如果帶領和協助的來說 我是會直接和工友商量罷工的策略 工聯會曾經倡議增加至950元 和回復8小時工時 但後來和商會在一次沒有罷工 代表參與的秘密會議當中 同意將工資由800元加至850元 工時由8.5小時 調整到8小時15分鐘 表明如果工友滿意就開工 不滿意的也不會再理他們 後來被工聯會拒之門外的職工盟介入 深入了解工友的訴求後 和他們一起開會商討策略 並聯絡其他工會到罷工現場打氣 更重要的是 有賴職工盟安排傳媒採訪 但還更了解他們罷工 爭取工時縮短和增加工資的因由 那些前因後果令到大眾市民都真真正正 體會到工友的難處在哪裏 變成也正面了解到 原來集鐵工人不是貪得無險的 而是他真的有這樣的需要 也都在很多策略上 幾時應該去做糾察去勸喻工友一起罷工 而幾時要取消那個糾察 適出善意令到僱主有意欲 和我們再談那個工友的福利 各方面的待遇 1970年代前的香港 工會主要有三大派別 包括親中國共產黨的左派 親台工會的右派 和政治立場較蒙糊的工務員工會 直至1990年 主張香港工人自主的職工民成立 明叔強調 自己是紮鐵行業 工作頭二、三十年 一直都沒有加入工會 並不是沒有工會意識 而是他認為要加入一個民主的工會 應該由下而上 工友提出問題 工會必須正視 一位工人站在最前線 最親身感受到 那種甜酸苦辣 他說是36天的罷工行動 直公民擔當著衝拳的角色 令到工友了解到工會的重要性 明叔說 在罷工後的一次聚會 因應現場罷工工友的意願 認為需要成立真正幫到工友的工會 因此集鐵業團結工會得以成立 明叔就擔任幹事 他說工會的理事都要為生計、為家庭打拼 付出休班後的時間 作為職工盟的屬會 職工盟的職員 會陪有需要的集鐵工友 去勞工處和勞工法庭 協助追討假期、工資、工商等 這個減輕了工會理事的負擔 除了傳統工會 2019年反修例運動引起一輪新工會的浪潮 高峰期有4,000宗登記 但在現今政治高壓下 多個工會相繼解散 航空同業陣線是75個職工盟屬會其中之一 至今仍然運作 但失去職工盟 他們的副主席Ellen都說影響很大 我們之前會用職工盟 或者用立法會大樓 一些議員的設施 來做一些記者會 但現在職工盟 和一些立法會議員 都已經不存在的時候 我們找場地已經是一個困難 先排機場強制接種疫苗 計劃這些 都有找職工盟幫忙聯絡政府 以往三十多年來都一直和政府交流 所以他們有一個比較恆常的渠道 經他們的話會比較順利一點點 直到盟解散 香港長久以來的勞工議題 仍然未解決 社會仍然面對巨大不公 香港法定最低工資 在2011年實施 2019年起法定最低工資水平 調升至每小時三十七個半 但時至今日 三十七個半在香港 連一個基本的炸雞快餐都買不到 比台灣最低工資 還要低近九元 今年香港更首次凍結無家福 工資低 工時更長 網上平台Kiss 發表2020年工作與生活平衡 城市排行榜 香港被評為最過度勞累城市 碎銀集團2018年的研究報告也顯示 港人平均每個星期工作時間高達52小時 香港雖然早在2010年討論標準公事立法 但足足11年後都沒有進展 而在2018年合約公事 和強制超市工作補償的立法工作 更加被擱置 打公仔由於無路數 香港也欠缺集體談判權 自放無需要承認公會的地位 和不需要參與談判 其實回歸前夕 時任立法局議員李卓人 曾經以私人條例草案形式 提出僱員代表權、自信權 和集體談判權條例 並獲得通過 但短短兩個星期 條例就被臨時立法會凍結 並在同年的十月廢除 成為香港生效時期最短的一條法例 直公民末代主席王雅元說 暫時看不到當無職公盟之後 其他勞工團體 是否能像職公盟一樣 在公運中表現進取 而更重要的是和公友齊上齊落 裏面我猜最重要的角色 除了協票和組織之外 其實就是說 要讓公友知道自己其實有力量 見到職公盟採取的立場 永遠都站在公民那一邊 我會說現在都幾單一的聲音 譬如無論面對政制問題也好 勞工政策問題也好 已經很難再把勞工的聲音 帶進去議會 甚至政府相關的部門 可能也要透過這些 回到很早期 以壓力團體的方式去施 沒有職公盟 剩下的屬會能否繼承大業 香港公運究竟何去何從呢? Ellen就說 他所屬工會不少理事 基於政治壓力或者不同的原因 都打算離開航空業 甚至離開香港 面對工會即將換屆 他坦然現階段不夠理事繼續運作 怎樣走下去呢? 這也是他心裏很大的一個問號 而其他公會也面對相類似的問題 他與其他航空公會也有就此討論 例如能不能自己再組織起來 大家團結一起討論一些共同的議題 令到公會得而延續 始終工會的訴求主要的目的 都是希望爭取一些勞工福利 關注勞工權益 雖然在政治形勢底下 很多事情我們都要小心走著走著 但我們都不希望放棄一班基層的工友 所以很多工會都會希望繼續堅持走下去 直至到無法走為止 又要求匿名的熱心工門人士施先生 在網上平台成立勞工組義務群組 沒有固定成員和組織 只要擁有勞工法律知識和技巧的參加者 都可以義務性質加入 並以獨立工作小組形式 協助加入勞工糾紛 他們會向求助事主提供意見 但要事主自己參與更多 例如自己發電郵、聯絡部門等等 而事主在維權後學到回來的知識技巧 又可以成為義工協助更多人 他相信以這種be water的精神 即使在政治高壓下 仍然可以持續勞工運動 只要有工人就有工運 他分析 職工民在2014年後已經逐漸被港府邊緣化 在政策倡議方面 對港府影響力越來越少 加上香港的打工仔在中小企工作 甚至是自由工作者的比例很高 傳統工會模式未必適合他們 但他也承認勞工組難以代替大工會角色 尤其是面對大工師時更加陷劣勢 對明叔而言 見到這麼多工會仍然希望堅持下去 令到他覺得 樹倒未必不算散 可能零一個契機 黃乃元在職工蒙啟動解散程序 當日也說 但願在不久的將來 香港的工人運動 能夠種出更堅實 更美麗的花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 文學音報道 被指是暗封小粉紅的歌曲《玻璃心》 在YouTube的點擊次數已經突破2400萬 聽下霍良喬報道 創作這首歌的馬來西亞籍歌手黃明志表示 後台數據顯示這首歌有這麼驚人的速度 除了新馬港台的朋友支持 另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國觀眾 包括了來自歐美、日韓、澳大利亞等地的中國人 還有大量由中國大陸翻牆來看的 黃明志的留言表示 很慶幸可以看到這麼多嚮往自由世界的人 歡迎他們來到黃明志的頻道和粉專 說他們的inbox留言和鼓勵都看到 他說自己會加油,你們也要加油 在留言之後 黃明志還加了hashtag 不自由、無靈死的表簽 在北京、國台灣發言人馬曉光 在10月27日回應玻璃心的時候 迴避了直接談及玻璃心和黃明志 當時馬曉光表示 2016年以來民進黨當國破壞兩岸關係 不斷進行謀毒挑釁、製造反中的民粹情緒 說中瓜得瓜、中鬥得鬥 馬曉光又表示 民進黨當國的倒行逆施 引起港大網民反行和反擊是很自然的事 又說2016年之前以及2008年以來沒有這樣的情況 要找到根源是哪一個、元空是哪一個 消除這種情況並不難 只要大家堅決反對台獨 特別是港大台灣同胞又有自覺性和警惕心 說兩岸同胞都是一家人 最終會走向心靈契合 自由亞洲電台霍良喬、方德喉佩道 美國波士頓已經選出該市史上首位女市長 36歲的台灣裔美國人吳美 不僅將成為第一位擔任該市最高職務的女性 而且亦是第一位有識人種 她在就已擊敗了 同為民主黨人的47歲 按尼薩喬治 聽下江日和報導 綜合外電報導 吳美在選舉之夜對支持者的演講中說 我們已經準備好迎接這個時刻 我們已經準備好打造一個人人共享的波士頓 我們已經準備好打造一個不會將人說出去的波士頓 而是歡迎所有將我們的城市當作家人的人 吳美的父母是台灣移民 她打破了波士頓200年來只有8人男士擔任市長的模式 在玉爾岑辭任波士頓市長 擔任拜登內閣的勞工部長後 波士頓的代理市長詹黎 在3月成為了波士頓的第一位黑人女市長 在整個競選過程中 吳美提出了只在解決城市種族貧富差距和氣候變化的政策 包括是租金穩定化、免費公共交通 和城市一級的綠色申請議程 即是投資清潔能源和種植更多的樹木 以及其他舉措 吳美是一位屢屢打破社會無形規範的先鋒 2013年當她第一次當選為波士頓市議會議員時 她是第一任擔任市議員的亞裔美國女星 從2016年至2018年1月 她擔任了議會第一位有識人總女性主席 是自駕過長大的吳美 在去年的採訪中告訴CNBC 她在成長過程中從未想過自己會有一天重症 但當她在哈佛大學畢業之後 在波士頓做她第一份顧問工作的時候 這一切都改變了 她回憶到說當時她剛剛畢業 正在波士頓市中心工作 有一天她接到姐姐的電話 說她必須回家 有些事情不對勁 家庭需要幫助 吳美解釋說她的母親當時患上一種非常嚴重的精神病 在她精神健康出現危機的時候 她只有22或23歲 不得不開始去撫養她的姐妹 並成為了她媽媽的照顧者 吳美說在那一刻她從一個從未思考過政治和政府的人 到後來不得不在她的日常生活和政府之間周旋 一次又一次地和政府的機構和建制打交道 無論是試圖去照顧她的姐妹 令她們入合適的學校 還是令她媽媽的健康狀況得到照顧 這些都令她慢慢養成和政府打交道的過程 吳美最終把她的母親和妹妹一起搬到波士頓 並進入了哈佛大學法學院學習 她當時的法學院教授伊麗莎·毓倫 Elizabeth Warren在2012年競選參議員的時候 她被引入去政治世界 吳美說在她讀法學院的第三年 毓倫正在競選美國參議院 而且她去了毓倫的競選辦公 詢問她可以怎樣去幫助她們 她被安排到波士頓吹票 打電話和做組織的工作 玉倫在推特上發表聲明 指吳美就好像她的家人 並祝賀這位有兩個兒子的母親 獲得了歷史性勝利 自由亞洲電台江日和報導 更多的新聞和評論 請到本台月宇早的官網和社交媒體 收聽收睇 自由亞洲電台這節的廣東話節目 報導完畢 多謝收聽 再見 這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 旁邊